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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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是你们的工作 这就是你们的使命 是时候放弃我这个你们尊敬的人了 我是你们的兄弟和朋友 而不是你们应该跟随的主人 我想让你们充满爱和真理的能量 我能做的就是这些 现在轮到你们为自己挺身而出 让你们的火炬之光闪耀 疾病与健康 这是每个人生活中迟早都会出现的话题 首先我想说一下什么是疾病 所有疾病都有灵性根源 我将通过区分你们拥有的不同机构 来解释这一点 除了你们所有人可见的肉身之外 你们还有有情感体 心智体 以及你们可以称之为灵性体的东西 疾病主要始于情绪体 正是从这里 某些障碍在物质层面上 在身体中自行解决 来自心智体的信念 常常会导致情绪障碍的发展 从而导致疾病的表现 我说的是根深蒂固的信念或思维习惯 通常这些是关于自己是非的信念 判断实际上可能会在你们的 情绪能量系统中造成阻塞 在那些出现阻塞 情绪能量不允许自由流动的地方 某种黑暗能量在光环中变得可见 这种能量可能会在体内沉淀下来 不一定如此 因为这个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并且在疾病出现之前 有足够的机会使情绪恢复平衡 一般来说 当你们的能量不流动时 你们的情绪会告诉你们 当你们将注意力转向他们的信息 并尊重他时 阻塞就会被释放 例如每次你们必须做某件事时 你们可能会感到不安或生气 如果你们更仔细地观察这些情绪 他们会告诉你们 你们正在强迫自己做一些 不能真正肯定你们之所事的事情 然而 如果你们系统低忽视你们的愤怒 并强迫自己做一些 你们真正感觉不好的事情 那么可以这么说 这种情绪就会转入地下 它会从你们的意识中消失 并在你们的身体中表达自己 压抑的情绪是一种 想要被你们听到的能量 当它通过身体表达出来时 就会表现为身体不适 一般来说 身体不适或疾病表明 你们内心有一种 你们基本上没有意识到的情绪 身体症状让你们在另一个层面上看到它 这样实际上可以帮助你们找到堵塞的地方 身体症状或疼痛就是灵魂的语言 灵魂渴望其所有部分之间的充分沟通 当能量自由流动 并且自身各方面不断更新时 灵魂会感到快乐 阻塞会阻碍能量自由流动 从而使灵魂压抑 因此疾病具有指示器的功能 它告诉你们哪里需要疗愈 尽管疾病似乎是消极的 因为你们会受到各种症状和疼痛的困扰 但关键是将疾病解释 唯一种信息或路标 这样做会更容易与疾病合作 而不是抵抗它 灵魂有很多方式与你们交流 灵魂最喜欢的方式是通过你们的直觉 与你们交谈 安静的感觉音调 预感 内心轻柔的低语 如果它无法以这种方式传达给你们 你们的情绪就会提醒你们 情绪是一种更响亮的语言 他们清楚地告诉你们 你们必须审视内心 找出是什么 你们演发了这种情绪反应 每当你们受到强烈的情绪影响时 你们都需要找出原因 以及这对你们意味着什么 如果你们保持沉默并仔细聆听 灵魂会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抵制或否认自己的情绪 灵魂就会通过你们的身体 对你们说话 身体是一个聪明的存在 不仅对你们摄入的物质 如食物和液体高度敏感 而且对你们的情绪 感受和想法高度敏感 身体本来就是一个沟通者 如果灵魂的语言通过身体 以疾病的形式表达出来 你们如何才能学会理解它呢 当疾病显现出来时 你们可能不清楚 它向你们传达了什么信息 事实上 你们长期以来一直否认它 所代表的情绪 所以从定义上来说 你们的疾病要告诉你们什么病不明显 理解疾病的灵性意义是一个过程 这是一种探索 一种内心的旅程 在其中你们逐渐恢复沟通过程 要踏上这段旅程 你们首先必须接受自己的疾病 对疾病的最初反应通常是否认 或抵抗 你们希望这种疾病尽快消失 因为它让你们害怕 你们害怕失败、衰退、不完美以及最终的死亡 当你们面临身体衰竭或疾病时 你们会陷入恐慌 从而无法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待疾病 你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疾病 你们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改变的使者 一个让你们回到失去的珍贵东西的邀请 为了理解并配合疾病的路标功能 对身体中出现的症状和疼痛说是非常重要 当你们说事实 当你们接受你们的身体状态 并愿意通过它聆听你们灵魂的语言时 你们实际上已经解决了一半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不是疾病本身 而是它所代表的问题 即潜在的阻塞 可以说 这种疾病束缚着你们 迫使你们审视潜在的障碍 当你们转向疾病并全心全意的说事时 你们甚至不知道疾病想要告诉你们什么 就已经解决了部分障碍 部分沟通正在通过你们的意愿 你们的耐心和决心来恢复 以进行这个内在的旅程 如何去做 你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抗拒它 对此感到愤怒或绝望 因此没有倾听故障已经告诉你们的信息 你们经常会得到具体的线索 例如身体的无力表明你们必须放弃某些义物 花更多的安静时间独处 减少活跃并更加关注自己的需求 尽管你们可能还不知道 如何从灵性层面解释你们的身体状况 但疾病迫使你们采取的行为通常是一个重要线索 通过将自己限制在某些领域 它会让以前处于黑暗中的事情成为焦点 你们如何对自己保持耐心和温柔的能力呢 你们真的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情感需求吗 疾病总是会带来这些问题 要真正开始疗愈过程 你们必须接受这一切疼痛 不适、焦虑、不安全感和愤怒 你们必须看着它的眼睛 有好的对待它 并向它伸出你们的手 它会来找你们疗愈 这不是你们必须尽快摆脱的事情 它现在进入你们的生活并不是巧合 如果忽视身体的语言 一味的抵抗疾病 就很难理解疾病的灵性本质和意义 周围有太多的愤怒和恐惧 只有直面你们的疾病 你们的痛苦和不适 以及你们的恐惧和厌恶的感觉 你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内心自由 拥抱它们 然后以开放的意识静静地问它们 你们想告诉我什么呢 在你们的社会中 与自己的身体保持亲密关系 并不是不言而喻的 像一个值得爱和尊重的存在一样 与你们的身体交谈并不被认为是自然的 在你们的社会中 人们对你们的身体应该是什么样子 健身和健康意味着 什么以及你们应该或不应该吃什么和喝什么 提出了许多理想化的形象 关于什么是长寿和健康的生活 有各种各样的规则和标准 但所有这些理想化的画面 都与灵魂的道路无关 灵魂的道路是高度个人化的 因此为了找到你们身体 所遭受的任何疾病 不适或痛苦的真相 你们需要以一种非常亲密的方式 调整自己 抛开所有这些普遍的 往往是人味的标准和规则 你们被要求释放所有这些外部标准 并在内心深处寻找你们自己的真相 这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为在生病的情况下 恐惧和恐慌会抓住你们 让你们太快地寻求外部权威 你们向外部当局寻求建议和安慰 这可能是一位医生或替代疗愈方面的专家 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关键是出于恐惧 你们倾向于放弃自己的责任 并将部分责任转嫁给别人 当然 听取专家的建议并没有什么错 而且往往这是非常明智的做法 但你们始终需要将这些知识牢记在心 并在心中变量 感受一下这些建议是否引起你们的共鸣 只有你们才是你们生命真正的创造者 你们自己身体的主人 只有你们自己知道什么对你们自己的身体最好 从这个词最深层的意义上来说 你们是自己身体的创造者 由于疾病代表着一种卡住的情绪 而这种情绪在一定程度上 超出了你们的意识范围 因此理解疾病或症状 所代表的含义并不总是那么容易 有时似乎很难找出灵魂 试图通过某种特定的疾病告诉你们什么 此时你们需要深入内心 彻底审视自己 逐渐意识到疾病中表现出来的能量类型 以及它试图告诉你们什么 恢复与自己身体的亲密关系 需要练习 这不是不言自明的 不要轻易放弃它 当你们处理持续存在的投诉时 请尝试再次检查它们 花点时间放松一下自己 然后以中立的意识前往身体中出现疾病的部位 让疼痛或疾病变成一个生命体的形状 这样你们就可以和它交谈 要求它表现为动物 儿童或人类 或者要求它以任何形状做位置难出现 动用你们的想象力 想象力是发现灵魂最深处的宝贵工具 如果你们这样做 并且当你们注意到你们的身体意图向或感觉回应时 你们就会体验到快乐 你们会为重新获得亲密感而感到幸福 身体对你们说话 它作为沟通者的角色被恢复了 这是一个突破 一旦你们意识到自己能够从内不了解自己的身体 并且你们是唯一能够为自己做到这一点的人 你们就会感到更加自信 这种自信使你们更容易感受到疾病想要告诉你们的信息 它可以防止你们因为内心自我的答案 不符合外界的普遍想法而忽视他们 在任何情况下 与身体的亲密关系都非常宝贵 尤其是当身体生病或出于困境时 让你们的身体说话的方法就是爱 如果你们试图通过热切地对自己重复疗愈肯定或想象来消除疾病 你们就不会鼓励与你们的身体沟通 这仍然是斗争或抵抗的形式 关键是你们要了解你们身体患病部位的意义 如果你们明白这一点 事情就会发生转变 情绪障碍就会被消除 这就是疗愈过程的运作方式 不是以某种方式对抗疾病 而是像一位想要向你们展示正确方向的朋友一样接受它 这很难理解 因为疾病会让你们感到恐惧和痛苦 然而接受并理解你们的疾病是真正疗愈的唯一途径 慢性和绝症生病的目的是为了更好更深入的了解自己 一旦你们这样做并进行内在的疗愈过程 通常就会得到身体康复的结果 然而它并不总是这样工作 有些疾病即使看起来已经深入到潜在情绪障碍的根源也不会消失 慢性病就是这种情况 就慢性疾病而言 会出现持续反复出现的持续性身体问题 尤其是在你们或多或少与内在自我失去联系的脆弱时期 这些症状有时会反复出现 甚至程度越来越严重 这可能会让人非常沮丧 因此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考虑该疾病非常重要 患有慢性疾病的人承担着相当艰巨的任务 在灵魂层面上 他们同意面对因疾病而产生的恐惧 并面对一个人在生活中应该如何表现的理想化画面 接受这个挑战显示了巨大的勇气 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 一个灵魂选择一种慢性疾病 以高度集中的方式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 这种疾病每次都会让你们陷入特定的情绪 疾病伴随着一种情绪模式 一次又一次的处理这些情绪是一向相当繁重的任务 但它会给灵魂带来很多成果 这些生命常常具有深刻的内涵和内在的丰富性 但别人并不总是能注意到 因此不断努力或希望改善医疗状况并不支持 事实上 这种疾病经常以螺旋运动的方式发展 帮助你们在内部水平上一圆形运动向上生长 尽管显然你们每次都会再次陷入相同的身体症状 在灵性层面上 你们不会后退 而是会再处理过去 甚至前世可能被你们忽视的情绪方面达到更深的深度 这也是用于遗传性或先天性身体缺陷 在这方面 你们有时会谈到业力 但我对这个概念很谨慎 因为你们倾向于将业力与犯罪和惩罚联系起来 事情不是这样的 灵魂真诚地渴望充分了解自己并获得自由 这是它最深切的愿望 出于这种热切的愿望 灵魂有时会承受疾病和身体缺陷 以帮助它实现其目标 这当然不是还清债务的问题 想要获得自由是一种深切的愿望 有时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法 就是在自己的身体内境立即起困难的环境 对于这个意图 我们只能表示最大的尊重 特别是在你们的社会中 人们真是非人性的理想形象 即如何变得实用 有用 美丽而成功 这些理想主义的想法 让你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 尽管你们有残疾 但仍然体验到它的意义和快乐 最后我想说一些关于不治之症的问题 有时很明显某人将无法在疾病中幸存下来 身体逐渐屈服于疾病 尘世框架不会持续存在 在那一刻发现自己在身体内的灵魂会做什么呢? 只要你们继续抵抗疾病 你们就无法接触到你们的灵魂 也无法接触到告诉你们是时候说再见的内在认知了 有时你们提前感觉到你们必须离开 但这个想法让你们感到如此恐惧和悲伤 以至于你们继续战斗 你们渴望尝试另一种疗愈方法或等待新药上市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当然不想谴责这种态度 但你们正在以一种可怕的方式伤害自己 如果你们放手让死亡走近 你们会发现死亡不是对手 而是朋友 死亡将你们从挣扎中式放出来 如果你们听从死亡想要告诉你们的事情 在真正的死亡过程发生之前 你们将经历几个阶段 这些阶段与所有城市事物的逐渐释放有关 你们所爱的人 你们的城市环境 你们观察周为一切的感官 这是一个美丽自然的过程 如果你们以一种不惜一切代价 试图保住生命的战斗态度来掩盖这一过程 那将是一件遗憾的事 往往到那时身体已经变得如此脆弱 生命已经不值得活下去了 放手吧 死亡是一位解放者 他会为你们服务 死亡不是你们的敌人 死亡给你们带来新的生命 当你们和一个患有不治之症的人在一起时 当你们觉得那个人知道他们即将死去时 试着轻柔而小心的谈论这件事 对于即将过去的人来说 这是一种解脱 你们能为临终者做的最亲爱 最珍贵的事情就是坐在他们旁边 握住他们的手 在陪伴临终者时 你们不需要知道或能够做任何其他事情 临终关怀在你们的社会中非常重要 有一天 你们所有人都会在自己的家人或朋友圈中面临这一问题 只需与一个垂死的人在一起感受即将到来的旅程 感受灵魂离开身体并返回其他领域 回到家乡的强大而有力的时刻 有时你们希望在这一生中经历或克服一些特定的问题 但这些问题无法完成 这可能会让你们感到困扰 不仅仅是你们还有那些留下来的人 尽管如此 我还是请求你们平静地离开这一切 因为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智慧在工作 他正在指导你们 并将把你们和你们所爱的人带到新的更好的环境中 有一天 你们会再次聚在一起 庆祝生命 今天 我对疾病最大的恳求就是真正拥抱你们的疾病 用爱和意识包围疾病 让他引导你们更深入地了解自己 把自己托付给疾病 让自己与自己进行更深刻的沟通 服从并不意味着对你们的疾病消极或痛苦 而是像朋友一样积极地配合他 我用我的爱勇抱你们所有人 我请你们今天感受我的存在 基督能量的存在 感受你们所有人在疾病和健康时都可以获得的爱 你们周围到处都是爱 只要你们放下你们的判断 你们就能感受到他 你们对自己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做神 吗 对 做神 吗 错 以及所有你们仍然需要做和实现的事情有很多判断 放手吧 爱此时此地就存在于你们所有人身上